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好吃的肉松杯子面包 200克面粉中加入一小勺酵母粉 1⁴小勺盐 一大勺糖 一个鸡蛋 用100毫升的温牛奶先将酵母粉化开 然后倒入面粉中,和成絮状 再加入35克软化的黄油 和成比较稀软的面团 不需要出膜,和匀就好 覆盖保鲜膜放至温暖处,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完成后,移至操作板上 排气并揉光滑 分成三个相同大小的剂子 取一个剂子,压扁擀开 像这样薄薄的长方形的面片 在上面挤上一层蛋黄酱,用刷子抹开 再均匀的铺一层肉松 从比较长的一边,由下向上卷起来 整理好后,切成六个小段 取三个小段放一起 放入一个纸杯中 全部做好,放入烤盆中 等待二次发酵至1.5倍大 二次发酵完成后 在表面刷一层蛋液 180度烤25分钟 烤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了 哇,肉松的味道,好香啊 肉松和蛋黄酱配在一起 真是好吃啊 你们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